从锅里捞起刚煮好面条 送到客人桌上 方便又快速就能填饱肚子 不过这样的方便 未来的限水日可能很难享受到 所以我们就把停水日当做工修日 先暂时度过这个时机 细情帮客人充水洗头 不止餐饮业受影响 没法业更是首当其冲 虽然已经超前部署储水设备 但可以服务的客人数量也受到限制 只能洗多少算多少 大致上就正常营业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储备的水塔 真的没有水的话 就大家客人也会体谅 如果尽量要用就快关掉了 我也是要这样 不然你怎么有空 你如果要穿这样 放在楼里怎么能用 多种一颗水塔这样 有一些水桶同时可以出水 全台水情拉紧报 台中供水五天 停水两天政策正式开跑 民众只好努力把水资源再利用 供体时间同时 也期盼老天爷赏脸下点雨 让水库有点进账 因为是台北台中总和报道 也期盼老天爷赏脸下点雨